下午發生六點八的強震 全臺都有感 而適逢選舉 臺北市有不少造勢活動 正在進行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 蔣萬安的造勢場合 突然發生地震的時候 民眾相當的慌張 不停的尖叫 而另外一邊民進黨 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他也表示地震 當下自己坐在車裡頭晃得相當的大 也非常的擔心 就連同場的內政部長徐國勇 也趕緊提前離席 趕赴前線來關心災情 第一個 正式造勢現場支持者 還在引頸期盼竹人翁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到場 沒想到突然發生地震 好 大家首先抱頭好不好 地牛大翻身 現場群眾相當慌亂 不停尖叫 手機紛紛響起警報聲音 天花板的掛燈也止不住晃動 連帶一旁的籃框也搖搖欲墜 主持人趕緊安撫 地震不緊張 地震的三大口訣 趴下滾住野口 永安一切平安啊 還不忘跟旋戰口號做聯想 但地震真的要好大 即便震夭在台東池上 台北還是很有感 另一頭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野賊奏勢還沒輪到他卻趕緊出場 不忘政務官的本性要先穩定民心 替同在場的內政部長徐國用也離席 趕赴前線關心災情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災情的揮謗 好 那我會努力處理 而不光北部這次地震之大 讓中部一代民眾會一起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 發生當下南投縣自然也感受盛生 民進黨南投縣長參選人蔡培惠走失現場 參選人台上滔滔不絕 但地下支持者已經先爆頭 還有人起身standby準備逃跑 選戰進入關鍵 遇到不可測的天災 還是得先以災情為重 記者綜合報導